大家好 林郑月娥 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 就关于涉港公安法 已经来到北京 与中国政府会面 然后听取意见 回到香港以后 重申了三点 那么林郑月娥在出席 行政会议前 见记者回应媒体 关于涉港国安法 立法以及美国威胁等问题 林郑月娥说 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 在香港正不断上升 现在香港已不是 rule of law 依法管制 而是rule of fair 恐惧管制 中央关心所有市民 没有可能视而不见 莫不关心 我觉得说的非常对 现在 如果把这种形式 让它继续发挥下去 那就是谁的拳头大 听谁的 或者是谁给这个社会 造成恐惧越大 就听谁 谁出来闹 谁出来砸 谁出来打 听谁 那我觉得香港就完了 所以林郑月娥说的对 你得依法治国 你香港有这种法律 对吧 你香港有这种法律 对吧 那你有些人就不能闹 对吧 你就不能破坏社会规则 在这个法治的范围内 香港才能更好 对吧 这点我是觉得说的挺好 今天会场的主题背景是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林郑月娥说在过去的几天里外国政府和政客有很多失实的言论 不离指控 对此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多次发出新闻公报 多位特区政府司局长也就此接受了媒体采访 包括他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做出了澄清 他今天要表达意见只有三点 第一 国家安全是每个国家主权的体现 治权的基础 对于限制危害国家国安行为的法律 香港不是完全没有 但明显非常不足 那他第一点其实就说了 国安法对香港的重要性 香港为什么需要国安法 因为香港之前的立法不足 也就是说港人治港 但是香港一直没有触碰到国安这一块 所以就给了别有用心的人一些空子钻 第二 我们自己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国家安全法 照理这个国安法应该适用于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由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原则 通过基本法23条授权香港自行立法 然而香港受限于种种原因 至今未能落实 一段时间内也很难通过本地立法 那这就是说明白了 为什么要中央给他立这个法 因为香港自己第一 没有条件立这个法 香港立法会第一 如果后续立法会改选 基本上这个法也不会立 会给你继续拖 已经拖了快20年了 一直太不利 种种限制 所以基本上长期来看 没有通过香港本地立法 实现国安法相关法律的条件 所以国家人大代为立法 第三 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在香港正不断上升 过去一年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很清楚 港独行为外国干预 颠覆政权活动 让市民生活在恐惧中 现在也不是Rule of law 而是Rule of fire 包括怕被私了奇迪等 中央关心所有市民 没有可能视而不见 没有关心 第三点其实说的非常对 立完这个国安法以后 很多人其实就放心了 看到法条 其实越快立这个法 你看到了法条 有些人是不是触犯这个法 一下子线就在那了 有些人马上心情就好了 为啥 一看我原来没有触碰 我没有犯 跨过这个线 那我就可以正常生活 我没什么担心的 但有些人已经跨过那条线 自己也知道出路了 立马就离开了 离开以后对他也是好的 为什么 他不用在香港闹来闹去 其实他自己内心 我觉得他也是反感 万一被抓了呢 还是离开吧 我觉得香港现在 好多人已经离开了 好事啊 你说你香港人想想 这些人离开香港以后 你香港是否稳定了 对吧 所以就这回事 对大家都有好处 你得用不同的逻辑 来想这个事 你会发现 结果不同的 林郑月娥也批美国制裁损人不利己 处理骚乱是双标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记者会前 回应涉国安法立法及美国制裁 林郑月娥批评美国制裁措施是损人不利己 在处理骚乱问题上是双重标准 这次在美国骚乱上真是双重标准显露无遗 林郑月娥说 外国涉港国安法立法对我国进行批评 但中央体现担当 正如他焦早前引述邓小平所说 总有一些事件没有中央出头 你们是难以解决的 他批评部分外国政府的高调反应 展现的是双重标准 自己国家安全就很重视 对香港的情况就带有色眼睛去看 林郑月娥随后名言 他指的就是美国近日发生的反警暴乱 当地政府处理手法很强硬 其实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只是出于某种目的混淆了这个对错 此前美国总统川普表明会制裁相关官员 有意见指出处长及官员应放弃外国国籍 并建议收立规管 林郑月娥认为此时无需将此放入议程考虑 强调公务员要政治中立 需要支持国安法立法 而对于美国制裁等行动 林郑月娥认为这是损人不利己 首先香港是美国赚贸易顺差的最大经济体 过去十多年都是 香港单方面提供美国护照持有人 免签证待遇 香港为1300家在港的美国公司提供与 CEPA同等的进入内地优惠政策 因此他呼吁 其他政府在处理与香港的关系时应互相尊重 尤其全球经济疲弱 不堪之际 再做这些行为只会让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我觉得林郑应该是得到了中央的一些受益 一些受益 把这个事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其实就已经表明了 这个立法要越快越好 而且是我觉得有一些怎么说呢 在香港的一些机关可能也要出 怎么说呢 建立一些咱们内地的在驻港的一些机关 可能已经谈到细节上了 我觉得这次很快就会有法条出来了 我觉得应该是在加速 应该是在加速 其实美国对香港这个制裁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 美国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你可以看到 不敢针对中国 只敢针对香港 其实就摆明了 就像我之前讲 就是美国一定要利用香港 把香港打死 打死你 但是我跟中国不翻脸 我跟中国不会翻脸 对吧 我跟中国还是该做生意做生意 你说该贸易贸易 不会碰触到中国的敏感 为什么呢 习近平和川普有私人感情 是个私交 川普一直说习近平是个朋友 所以川普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我打你 但是呢 咱俩讲私人感情 我不会打你 我打你什么 打你下边 这样呢 你得跟我来谈 那我们就可以谈私人感情 所以这就是大国政治 其实非常微妙的 中国也知道香港的难处 你从这一点上 其实中国知道香港难处 所以中国政府会给香港更大的支持 林郑其实也明白 你看美国口口声声说 是要帮香港制裁中国 结果呢 制裁香港 帮了中国 有没有意思 就觉得最后这句总结的非常到位 不是制裁中国帮助香港 而是制裁香港帮助中国 这里边的道理啊 我刚才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这就是政治 这就是政治 基于实力 因为美国一定要用到中国 中国并不像有些人讲那么脆弱 美国要与中国怎么怎么样 其实啊 中国很多时候是在帮助美国 跟美国有共同利益 所以美国也知道这点 不敢打击中国 打香港可以 香港其实很小的 那这一点上中国也明白 林郑也明白 所以呢 中国后续会给林郑啊 给香港支持 其实也就知道了 香港现在不容易 那后续有些政策可能要给 另外首先是稳定住香港局势 不要让他再骚乱 经济本来就不好 大家又不敢上街 那怎么办 其实有些香港市民人做生意都耽误了 本来是疫情好转了 开业了 有些生意可以做 你又出来闹 生意还能做吗 你不安全 大陆有大陆人也不去香港 反而香港的生意越来越差 其实对香港老百姓不好 反而稳定了对你更好 我今天简单讲一讲 我觉得应该讲透了 你就记住吧 香港这个事没跑了 没跑了 而且会加速 美国呢 也明白了吧 不是制裁中国帮助香港 是制裁香港 帮助 帮助中国